土耀新闻来看到疫情还在感染高峰期 中央预估染疫率达到10%到12% 趋势才会向下走 而新竹县目前染疫率7.45% 尚未降温 县府决议高中以下学校 公立及非引力幼儿园远距教学 要再延长一周 到6月10号之前都暂停实体课程 疫情严峻还在感染高峰期 避免学生染疫 新竹县宣布高中以下学校 公立及非引力幼儿园的远距教学 要再延长一周 到6月10号前都暂停实体课 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远距教学期间 我们也希望学校能够召开课发会 考量这个相关的多元的评量方式的处理 那包括毕业典礼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请学校 跟家长会跟这个老师来做沟通 那是采实体或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我们还是不开放外宾跟家长来参加 那有关于补习班跟这个课照中心的部分 我们也建议他们持续延长线上教学到6月10号 线上教学要再延长一星期 因为中央预估全台染疫率目前在8% 达到10%到12%才会趋势向下走 其中新竹县染疫率约在7.45% 尚未降温 保护学子健康决议持续远距教学到6月10号 旗舰教育局也安排教师增能研习 增强线上与混乘教学能量 而各补习班和课照中心 也建议同步线上教学到10号 但如果家长有特殊需求 各员班都会给予协助 暂停实体课 毕业典礼将由各校邀及家长会讨论 可采实体或线上方式 而校园疫苗集中施打则不受影响 提早放暑假会影响学生的权益很大 有关于我们今年的小一新生 就有6500人 如果提早做放暑假会造成提早要开学 影响过去我们在新竹县在这一块 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划 越谷今年全县小一新生有6500人 提早放暑假会影响毕业 与新生入学衔接权益 暂时未规划 持续加快校园接种 让学童能获得完善免疫力